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1103这个日期 这边从Excel到PowerBI做大数据分析 这里的范例下载 然后接下来您就可以去下载这一个最原始的范例 最原始的范例 超市范例 这个范例的来源是由微软公司所提供的 好 接下来下载好之后呢 我们当然点这个按钮 我们就可以进行超市范例的下载 下载好之后它会放在我们的文件夹里面 例如说我们的文件夹 左上角这边下载就可以看到这个超市范例了 好 那第一件事情呢 打开PowerBI 打开桌面上的PowerBI 然后我们当然要取得资料 取得资料的方式有很多种 因为我给各位的范例是Excel 所以点选Excel 接下来去下载里面找超市范例 开启 这样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范例 等于是说类似像资料库把它叫进来 然后接下来呢 这边是不是会看到订单 有订单退货销售人员 为了今天上课方便用意 都在讲那个韩式 所以呢 我们就请你直接看这个订单 然后点选再入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稍微等一下 这边就会看到有订单跟各个栏位名称 订单的各个栏位名称 就呈现在右边了 有看到哦 好 那就麻烦请各位 现在动手来去做一下这件事情 现在我们的预订帖 我们下车的预订帖 我们下车的预订帖